支付宝里面有一个公益项目叫做免费午餐 我之前捐过六千块钱 这一次呢 再点进去 再捐一笔 五千 确认 OK了完毕以后会发一个证书 并且我的我的金额应该会变化 那六千五千 这个机器呢是芯片厂家送来的 跟笔记本厂家没关系 因为不要钱嘛 我就折线把它给捐掉了 就当做我自己买的了 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想 以后是收这种机器 还是不收这种机器 如果敞开说的话 很可能以后什么机器都不用买了 而且收到的都是高配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也还是会捐掉 先看这个机器吧 是Yoga Pro 14S2022 酷味版 配置是i512500H 16G内存512固态 14.5英寸的3K屏 乖乖的 价格我看各个平台呢 从6000多到7000都不等 首发价格应该是6999 蛮贵的 我马上开箱 开箱前欢迎大家关注 我们的公众号是中正电脑 我们会经常开车 一些DIY台式机方案 从1000多块钱到1万多块钱 不等 大家有自己的方案 也可以联系我们的网店客服 包装箱这个样子不大 里面还有一层 一般的说这两层的 都是相对高档的机器 银色的A面 重量正常感觉就是小心 A面的样子 是新款的机器非常奇怪 这里胖胖的 多出来了 看到没有 边缘 各种圆弧的过渡 完全没有隔手感 没有一处有隔手感的 地面的样子 地面就是小型 出风口有点像小米 还是机器的明暗 那种大大的出风口 转轴里面 机器的右侧电源 电源有段落感 非常明显 A口 耳机耳麦口 这是摄像头的开关 左侧HDMI和两个C口 这样一个插电源以后 只有一个C口 一个A口可以用了 应该可以单手开盒 可以 平开盒的角度 176.86度 机身的刚性很好 镜面屏14.5英寸 四面窄边框 拿手里有点重 键盘的手感还可以 甚至有一点点的段落感 触摸板的手感正常 电源适配器100瓦 有必要吗 390克 1480克和爱豆一个重量 键盘的背光是白色 隐约的量 侧面还看得清楚一点 正面的话 反而是效果一般 优格的新壁纸 不如以前的酒杯好看 提示都是新的驱动和BIOS 银色的键盘 白色的背光 反而看不清 我关的背光看得清楚一点 这种问题 以前在红机上经常出现 现在联想这样子了 官网里面最新的BIOS是31 机器里面自带的是27 还是要更新 壁纸我考出来了 我估计没人喜欢 但也放在公众号里 我找到优格以前的壁纸 这个多好看 而且一下子档次感就出来了 游戏的是i5-12500H 是12和16线程 PLER是65瓦和80瓦 这个有点猛 内存有点奇怪 是16G的LPDDR5的6000 硬盘是三星的PM9A1 512G PCIe 4.0 五线网卡是英特尔的 支持WiFi6E的X211 核显是80EU 发挥好的话 可以玩玩小游戏 英特尔核显最大的用途 其实还是各种视频加速 14.5英寸这块屏 是京东方式 3072×1920 120赫兹 16比10的比例 又是触屏 规格上看是非常好的 但不是最好的观感 内存有点猛 74G多每秒 但延迟有点差 是132那秒 CPU-Z的跑分 它可能有什么感应 人离开以后 它就锁屏了 不知道怎么设置 我看一下 不知道是不是用它智能引擎来设置 色温 对比度 可以自己调节亮度等等 我还在奇怪 为什么自动打开无线网 我正常跑分的时候是断网的 它自己连上了是这里可以设置 找到了 就在这个里面 可以自动设置 什么自动唤醒 自动睡眠等等 东西还蛮全的 多比音效 也可以自己设置 这个我已经听过了 效果还可以这个机器 老版本录达斯 CPU的跑分还可以20万4000分 核显6万分 新版录达斯129万总分 CPU61万分 核显16万分 这个软件叫Crossmark 我完全没有概念 总分是1627分 略高于A豆 明显比A豆要好的是视频编解码的跑分 硬盘4784分 没什么悬念的 CPU的跑分R15是2025分 R20是4774分 不如ThinkPad14 223多核跑10分钟是12064分 还不错 小型Air的R76800HS是AMD的CPU低10.2% ThinkPad同样的CPU高7.3% 台式机的i5高43% 占66的i5低46% 223单核的跑分是1716分 这个是明显高于AMD的 AMD的6800HS是低12.4% 这个14.5英寸的屏 你会感觉到它大 但是没大好多的那种感觉 连续跑3025 跑分完全不对 只有应该跑分的一半 最大值是983 最小值是953 差值是29 跑分第一200呢 可以理解 它这个一半的跑分就不对头了 野兽模式 设置应该是没问题的 ThinkPad核显的跑分是1416分 在独显面前不值一提 在核显里面其实也不高 AMD的6800U高200分 小型L的AMD的6800HS就高了很多了 是2517分 轻破本的2050是3900多分高更多 我准备下班了 马上循环播放视频 节能模式 但是屏释放的最高亮度上 这个是一个小米摄像机 马上全程把它待机时间给录下来 左上角会有时间显示 我到23点整把电源拔掉 OK了已经拔掉了 明天见 监控里面显示是2.43分关机的 那一共就是223分钟 文件我会拷贝出来 任何质疑我都有证据 可是工厂剪视频159秒 纯CPU的模式速度还不错 同样CPU的ThinkPad快2.5%还好 小型L的6800HS AMD的CPU漫32% CPU的表现还不错 我们看一下用核显加速 这个是英特尔核显的优势 52秒完成快了很多 比刚才用时缩短了67% 比N卡是要差一点 N卡一般来说30几秒完成 用简易导出视频 一般核显的速度会比较慢 还好92秒完成并不慢 Sysgo的最低画质87枕 非常低 古墓令的最低画质28枕 零耀X13的6800U是高4枕 小型L的6800HS高1倍多 台式机RX6400是4倍的帧数 台式机2060的12G是6倍的帧数 这种核显的小机器 基本上不要考虑玩游戏 刚刚开始单烤CPU 80瓦 88度 大核频率4.0G 小核3.1G 环境温度25.8度很快降到了60瓦 CPU温度95度 刚刚96度了 还可以15分钟过去了 稳定在64瓦 96度左右 大核频率在3.6G左右 小核频率在2.8G左右 看来100瓦的电源适配器还是有必要的 在插线买仓已经105瓦了 双烤时核显的频率在1.3G85度 电源适配器的温度其实已经蛮高了 55度了 双烤核显的频率没有降 在1.3G85度 大核频率在2.9G CPU 小核频率在2.4G左右 CPU温度在86度65瓦 在人的位置52.5分贝 在机身上60.3分贝 插线板上102瓦 停下了CPU单烤核显在1.3G67度 噪音已经听不见了 DDR21920×1200的最低画质 帧数现在在100帧出头一点 用最高画质的话 画面会好很多 但帧数也会降很多 在60帧以内了 我也不知道触屏的应用场景是什么 触屏的话不方便 而且点不准 原神用机器自带的3K的分辨率 拖热感非常明显 帧数也很低 改成了中画质1920×1200的分辨率 还是默认的设置 这个时候帧数在40帧左右 36帧 40帧左右 雷电口外接显卡屋再连接显示器 每次都必须解释一下 这个里面 显卡屋里面有一个RX66008G的显卡 一个独立的显卡 并不是你笔记本外接显示器以后 性能就能提升不是的 外接的显卡屋以后 可以变成一个 比较高性能的台式机来用 显卡屋 我们的网店有货 但价格比较贵 不建议普通的用户买 老板的鲁达是CPU18万分 显卡21万分 外接以后 新版的鲁达是138万分 显卡是24万分 CPU60万分 还是跑一次到他二吧 分辨率是1920×1080 最后再看一下坦克世界 这是最高的画质 1920×1080 四条履带的279工程 早期型还没注意 已经开始了 现在CPU的温度90度左右 4.4.4点多少 那不一定4.4G 4.1G都会有帧数在90-100之间 玩是肯定没问题的 画质也比较好 最关键的操作感是没问题 不会像一些轻谱本的样子 CPU频率垮大 导致的一些粘质感 打了4000多伤害 扛了7以前还可以 伤害排第一 不过还是输了 扬声器 把调电源以后呢 用均衡模式 跑223多核10分钟 8810分 刚才是12000多分 这样降低了27% 电池电量还有83% 显示还可以待机时间 4小时55分钟 屏幕亮度 450 416 388 397 399 424 423 409 4233 387 摄像楼和麦克风的效果 机器内部两个风扇 两条热关 两个出风口 这个位置空的 我不确定 而会不会有独显的版本 主硬盘是三星的PM9A1 这是无线网卡 斜着 地壳是金属的 有一个导热贴 把硬盘的温度传给地壳 两边扬声器效果还可以 70瓦时的电池 我复制呈现你们也都看得懂 整个机器呢 你会感觉到它在用力 甚至有一点修肌肉的意思 所有你能想到的7788的东西 都在网上堆叠 特别是这块屏 14.5英寸这个屏肯定很好啊 有这么高的分辨率和刷新率 但是其实和2560x1600的屏比起来 感知不明显 这么高的分辨率有点参数档的意思 我更愿意它的分辨率降一点 亮度再好一点 光杆和可视面积比14寸的16-9的屏 完全不是一码式 强太多太多 差不多是时期时代到现代社会的这种进步感 触屏呢 我是无感 没有应用场景 但是也有了 机身的质感和细节也明显在修肌肉 比如说各种圆弧的过渡 机身部分根本犯不着 它也这么做了 两个C口一个A口呢 勉强算及格 机身内没有任何可圣洁的空间 对于14寸的轻薄本没什么好喷的 续航的时间还不错 CPU65啊 性能释放的也有点修肌肉的味道 81欧的核显呢 可以玩玩最小的小游戏 比AMD的6800H差很多 比6800U呢 差一丁点 键盘和触摸板的手感都不错 整体来说算是一个比较有品质感 并且使用感受也不错的轻薄本 缺点是价格 6999肯定贵了 但是相对那些莫名其妙贵的机身呢 还算贵的有道理 没了 开箱机折价呢 就5000万元整 就我捐出去那么多钱 我也没亏 不确定什么时候上架了我们的网店 还有一个英特尔的X15 一个准系统 3070的显卡 英特尔给我们换新回来的 业搜中正评测 也欢迎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是在微信里搜中文的中正电脑 所以开箱机的点名预告和汇总 都在我们公众号里